这个就是荣耀刚刚发布的折叠屏手机 荣耀Magic V 这么大的包装里面肯定不环保 我们来快速开箱 打开之后一台Magic V的真机 下面这一层还有这么多的配件 一套66瓦的快充 另外一套是66瓦的车载快充 还有一个凯夫拉材质的保护壳 我手上这个是太空银的配色 玻璃的后盖由一条条有序的曲线勾勒而成 摸设计的感觉圆润饱满 看上去也更加轻薄 展开的状态机身的厚度仅有6.7毫米 关键是它还做到了左右对称 三个5000万像素的镜头 同样是加速式的星环设计 但这次将三个星环相连 表面还做了3D双曲面的设计 你们觉得好看吗 展开状态下 内屏是一块7.9英寸的OMOLED打孔屏 采用内钻排列 这是90赫兹的屏幕高刷 来看一下你们关心的折痕 在即使吸屏的状态下也不是很明显 大屏价值下 无论是文字视频还是游戏的体验 都更上一层 终于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次折叠 合上之后在脚链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屏幕从外到内 同样也是对称的 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 却很考验脚链的工艺 外屏是一块6.45英寸的中置打孔屏 这是120Hz的屏幕高刷 而且在右侧同样也做了曲面的处理 加上21.3比9的屏幕比例 使用起来的感觉 跟我们正常的手机几乎无异 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讲 除了硬件 更多的其实是小屏到大屏的交互 尤其是在大屏上的分屏操作 荣耀Magic V新增了一个分屏导航 将应用全屏分屏 还有悬浮窗集中在一个交互入口 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快捷操作 如果你还不会用的话 它还可以提供智慧分屏 根据你的习惯 一键推荐分屏的应用和操作 平行世界同样的应用在大屏上 却可以实现二级分层显示更多的内容 骁龙8的处理器 配合荣耀的GPU Turbo X技术 更是将这台折叠屏手机的性能 发挥到极致 总的来看 这一次的荣耀Magic V还是很成熟的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都是一步到位